好 我們謝謝志成 剛剛有特別聽到 其實氣象局有提醒 因為昨天晚間事實上下雪的 這個是大屯山頂 在這邊是沒有氣象局的側站的 所以第一時間實在是很難直接判定 到底它是下冰線 還是已經確定是下起雪來 剛剛也聽到 根據這飄下來的速度很快速 目前初估還是下冰線的 不過在今天有沒有機會 還是很有機會 因為整體來說在今天 北台灣地區溫度仍然是偏低 而且水氣還是很夠 現在華南雲區仍然在經過台灣上空當中 也因此今天北部7到11度 降雨機率高達了90% 中南部地區相對理想一些些 不過低溫的部分還是要特別注意 是徘徊在9到10度之間 東北部一樣是迎風便 在今天降雨機率持續是偏高達70% 溫度在整體東半部地區 是介於9到11度的低溫要特別注意了 離島地區則是馬祖跟金門 尤其是馬祖在今天的低溫 只有3到5度之間 務必做好保暖工作 金門在今天屬於多余的狀況 另外澎湖地區天氣比較不理想 不過溫度來說是介於10到14度之間 趕快從定量降水預報 看得更明白今天整體的雨區分布 我們剛剛特別講到今天溫度又夠 水氣還是足的 現在目前還是受到華南雲區的影響 也因此你會發現到包含了北台灣 整個東半部地區仍舊在今天都會是降雨的狀況 大家都很關心 因為這樣下起雨來的話 體感溫度感受當然就會特別低 到底雨還要下多久呢 初估這兩天都還是會跟昨天是類似的狀況 而且你會發現部分地區這雨下得還滿明顯的 要一路到了禮拜二的白天之後 這雨才會慢慢的在北台灣及東半部回暖 也因此今天整體的雨區分布 依舊集中在北台灣還有東半部地區 出門在外還是要攜帶雨區 趕快從最新的接下來低溫溫度趨勢 帶你們來看到 首先要特別提醒北台灣地區了 今天的低溫要8度 不過明後天會更冷 禮拜一禮拜二低溫只有7度 那到了禮拜三才會短暫開始慢慢慢慢的 很微幅的回溫 到禮拜三的清晨仍然是有8度的低溫 中台灣地區也不遑多讓8到9度之間 特別都一定要注意保暖 南部地區可能相對理想一些 東台灣地區也大概是介於11度左右 南部10到13度 到了禮拜三開始才會明顯的回溫 我們更為你整理了整個寒潮的時間表 特別帶你來關心 首先得今天溫度仍然是低的水氣足 在今天七星山 大豚山 還是有機會可以判得雪 因為都是在1000公尺高山是有機會下雪的 明天開始我們剛剛特別講到 今天還不是最冷 昨天也不是最冷 不要以為這一波最冷的時間點 正在度過當中 最冷的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首先禮拜一北台灣中部以北 沿海空曠地區已經來到的是7度 連台北市區裡面都只有8度 但是最冷的時間點會落在禮拜一的入夜之後 到禮拜二的清晨之間 清晨最冷的時間點包含了連台北市都是下灘7度 要特別特別注意了 如果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你可能覺得很冷很正常 但是南台灣在星期二的清晨 這低微來到9度等於已經跌破10度以下了 禮拜二的清晨這個時間點 可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是最冷的時機 禮拜三開始才會短暫的 開始慢慢和微幅的回溫 但是白天的回溫 北台灣可能高溫還只有13到15度 但中南部地區已經有18到22度 整體看起來這一波 其實從上禮拜天開始報導之後 接連有三波的冷空氣 不斷接續再來之後 你會發現到尤其在寒流 禮拜五晚間來了 一路要到禮拜三 才會開始回暖 整體來說這冷的時間 已經超過了60個小時 接下來還得應付禮拜一 禮拜二的低溫 要特別注意提醒觀眾朋友們 一定要鎖定中天新聞的氣象時間 當然也要做好保暖工作